欢迎收看强词有理系列节目 我是建筑师高强 在上一期当中呢 我们讲到安藤忠雄设计了一个百米建方的盒子 作为上海保力大剧院的外形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 这个犹如万花筒般的盒子 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奥妙 安藤呢在这个盒子里面 首先要塞进去的是一个1466座的大剧场 那一般的剧场空间呢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一般的剧场空间 这个剧场空间呢 实际上这是舞台 这个是观众厅 我们的这个观众厅呢 一般来说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这边稍微的宽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前面的舞台 但是我们的舞台呢不太一样 我们的舞台其实是一般是一个钉子形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台口 那舞台的上面 这些空的地方实际上是放机械的地方 而两边侧边以及它的后边 都是辅助舞台的部分 所以呢 舞台和观众厅空间连在一起 它并不是一个很小的体量 而这个组合呢 在盒子当中常规的思维 应该就是把它直接放在剧场当中 但是这样的话呢 规规矩矩 其他的功能呢 也很好安排 建筑内部的空间呢 也特别好用 但是这样做法 实际上就太过于平庸了 安藤这个人 当然是不平庸的了 所以呢 安藤选择将观众厅和舞台 放在了对角线的位置 那么安藤呢 将观众厅和舞台放在了 建筑的对角线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样就将整个的建筑分成了两半 形式上呢 就成为了一种对称式的布局 然后呢 安藤又将剧院的主入口 放在了这条对角线的尽头 那是在哪里呢 No 就是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这没有沾上 然后我们拍摄人员又不是很好拍 所以就只能这样凑合看了大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建筑实际上出现了一条非常严肃的轴线 就是中间这条轴线 为了增强轴线的对称性和礼仪感呢 它将门厅设计成了一个圆柱形的空间 就是这个 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一个圆厅 这是一个非常有传统意味的空间 圆形的门厅空间呢 让人想起著名的坦比埃多礼拜堂 也让人联想起著名的万神庙 还能想起很多类似的经典空间 但在门厅的上空呢却有一道廊桥横跨空中 又对建筑的现代感进行了一个特别好的诠释 但是呢这里头最精彩的实际上我认为是在屋顶 一个圆形的屋顶的中间镶嵌了一个方形的实体 四边的透光呢 形成了一个令人非常震撼的光影效果 这个造型呢 让我想起了路易康那个非常经典的埃克赛特图书馆 虽然不完全一样 但是感觉非常的相似 可以说呢 整个的门厅充满了经典与现代的碰撞 传统与叛逆的交织 令人看过之后非常的难忘 然而呢 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安藤将会沿着这条经典的道路 一直前行的时候 他却画风一变 又加入了另外四个圆筒 从而彻底打破了原本已经非常均衡的空间 于是呢 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建筑内部空间结构就此诞生了 并且改变了原本看上去非常乏味的立面 那这四个圆筒呢 分别是休息厅圆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就是休息厅圆筒 而小剧场的入口圆筒应该是这个主色的 它是嵌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水上剧场圆筒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里头没有做 是屋顶的剧场圆筒 加上原来的入口门厅圆筒 一共有五个圆筒型的空间 那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圆筒呢 是休息厅的圆筒 就是从咱们刚才门厅的空间 进到第一个圆筒空间 是休息厅圆的空间 这个空间呢 是一个枢纽型的空间 一方面呢 联系了入口的另外一侧 一方面联系了入口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联系了入口的门厅 和这个观众厅 而另外一方面呢 联系了南侧林湖的水上剧场 和北侧林路的 400座的小剧场的入口空间 流线其实是非常的简洁而清晰的 其实是一个十字形的流线 那如果你从休息厅的圆筒向南走 你将到达这个圆筒和水上剧场 圆筒相交的点 而这个点呢 正好聚焦在建筑的外立面上 它抠了两个洞 从而形成了建筑最精彩的立面效果 在一片极为规整的铝矿 超白玻璃幕墙上 出现了两个 粘接在一起的椭圆性的空洞 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立面 而这个立面呢 后来也成为摄影师的最爱 也是建筑最为重要的代表立面 那沿着水上剧场呢 如果我们向南 你当然可以到达这个水上剧场 这个水上剧场呢 是以水为背景 实际上呢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剧场空间 坐在剧场的看台上 你面对的不仅仅是前面一个小小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远处就是非常优美的远香湖的景色 如果我们从观众厅的休息厅的这个圆筒向北 就能够到达小剧场入口的圆筒空间 那小剧场呢位于建筑的四层 这里是入口区 旁边呢设有这些咖啡厅啊等等 这一大堆的配套休闲的空间 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 那纵观这几个圆筒空间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个加减法设计手法 在建筑当中的一个经典应用 一个方形的建筑剪掉了五个圆筒空间 而五个圆筒呢 因为相交而产生了相加的效果 最终在建筑的内部 形成了很多令人炫目的空间效果 怎么样 各位是否会有一种令你觉得很震撼的感觉呢 到此呢 大家终于可以明白 为什么这个建筑被称为万花筒 正是这五个有如万花筒般的圆筒空间 最终成就了保利大剧院 内部精彩分成的空间体 尽管这个方案做的如此精彩 但要成就这样一个经典作品 远远不是靠你画几张图 剪几个模型啊 像我们这样就可以解决的 实际上施工才是真正的难点 安藤呢 是众所周知的清水混凝土大师 他的建筑呢 一向是以清水混凝土而著名的 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往往大量的会采用这种材料 所以他的方案呢 经常给人一种非常冷峻的感觉 但是对于一个剧院来说 如果你只是冷峻 这种感觉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剧院更多的应该是给人一种温暖 给人一种亲切感 因此呢 安藤在这个设计当中 除了应用他的招牌材料以外 还大量的采用了木质特点的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呢 都是木质材料和清水混凝土共同出现 一个是暖色 一个是灰色 作为暖色的木质和作为冷色的清混在一起 这两种材料混在一块 材料质感精神都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对比 从而呢 更加强调了每个地方的空间特征 不过呢 后来的施工过程当中啊 这两种材料的实施显然都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首先呢 混凝土 混凝土的胶筑啊 本来是现代施工工艺当中呢 是一种最为普通的技术 但如果直接成为建筑的市面要求 这个难度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由于作为市面的清水混凝土技术要求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曾经在日本 这个活被视为一项家传绝技 这个很牛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清水混凝土这种工艺是一种无法后悔的工艺 这种工艺一套流程下来 从模板到灌浆到拆模板 最终你施工的好坏 任何一个细节的瑕疵都会非常真实的表现在混凝土的表面 是一项不到掀开盖头那天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新娘子长什么模样的工程做法 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很刺激 而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呢在本项目当中达到了惊人的3.65万平米 这个数字在安藤的建筑师生涯当中也是属于非常巨大的体调 可以说混凝土的成败直接决定了这个项目的成败 那为了能够实现安藤心中理想的效果 施工方特地组织团队前往日本针对清水混凝土的这个技术要进行学习 回国之后呢又进行了大量的对比实验 这才做出了最后令安藤自己都很感叹的施工效果 比起清水混凝土来说 木材似乎应该是更加容易做了吧 我们也经常在小二里头盯我们的木头家具 其实不然 在我们的这个圆筒空间当中 大量的市面都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像木材的材料 而实际上这种材料的名字叫做铝合金仿木格山 安藤对于这种装饰材料要求原来是要采用真正的木材 但问题是真正的木材无法达到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区域的消防要求 那最后呢经过多方的比较 只能采用现在这种仿木格山 这种材料的加工制作呢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难事啊 因为现在这种东西都很普遍 难的其实是安装 因为这些材料要安装在现场非常复杂的曲线表面 这是施工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 为了能够完美的实现这些效果 施工前期施工方要通过BIM来进行空间关系的研究 从而呢在三维空间当中呢 去定位每一个坐标点 因为都是空间曲线 结合这些三维的数据才能完成现场的施工放线和定位 那尽管如此呢 这种材料的加工安装的难度也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在内部空间当中 实际上有很多这种两个圆筒空间交接的地方 这种地方所形成的曲线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夸张的 都是那种尖角 而且计算的再精确 现场的施工总还是会有误差 因此呢 安装其实需要在现场进行大量的临时调整工作 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这些以外安装在观众厅的松木集成材高超的工艺 建筑高达12种的木墙体系 还有大剧院美轮美奂的照明设计 以及至关重要的观众厅升学设计等等一堆的内容 由于实践的关系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呢 这个项目实施的是如此的成功 以至于安藤在考察过实体建筑之后呢 说哎呦 这个项目是他在中国所设计作品的最好体现 安藤的设计从现代层面来说 也许并不复杂 但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空间 这种意外最终成为了这个建筑非常独特的魅力 安藤呢 用万花筒来形容保利大剧院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当你沿着那个长长的圆形走道 往前走 走到的尽头呢 是每一个不同的舞台 室内的大剧场 室外的水上剧场 楼上的小剧场 屋顶的露天剧场 就像每个人的人生虽然平淡 但是各自不同 最精彩的 有时候并不在这个戏剧的本身 而在观看的人的内心深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高强 咱们下期再见